几多几多次最差 我与你争吵已过 火花点起太爱眼 你责怪我不转弯 双方望着但事实也口硬 而怒气似未散 不过学习性无爱爱冲淡 情深不调 你只相处斗气也许笑不免 我最后为你改变 爱能让我们为爱人奉献 也能让我们用爱做未典 可疼玫瑰姐 何家明, 冷静点 有机会你们只是醉了之后只睡 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你记得要做个负责任的男人 看着 想不到我竟然用了 都会打个电话和冬哥商量 等一会 冬哥, 我有事找你商量 那位告诉我 枉他把你当成弟弟 你对他做出这种事, 叩修 家明 你没事吧 我要赶紧示范出去工作 你过去和大家一起坐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的衣服失去了 你的样子很烦恼 有些事解决不了 是呀 和一个不适合的女人发现了 嘶, 这样也看得出了 男人的烦恼 好了, 不是钱就是女人的 不过以我的经验 如果是和女人有关的 就多数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的 她不是一般你在酒吧 认识的那些女人 她是和我一堆惹一堆 情同子弟的死党 那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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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姐姐弟弟 你第一次 你问了别人有这么尴尬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是不是你和他休息一遍 一遍还不够吗 你这些意思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刚才一睡醒就一枝箭飙皱了 她还没睡醒 我在烦恼之后怎么面对她呢 其实男般内外很平常事 我觉得你担心过了 有没有想过 那个女孩根本是醒了的了 醒了为什么要睡醒了 不是和你一样后悔 她宁愿假扮睡 但没有事发生过 游戏虚了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尊重女人 留下主动权给她 她是不看起的 我们做男人 当然不担这件事出来说 这也很无品的 是吗 你相信我吧 我很有经验的 很大事, 拿起来 拿起来 我冬冬很饱饱 两位姐妹 我给你们一些东西警惕一下 搞什么 这些就是我力保不失的证据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昨晚我上东莞 跟那个萧总聊生意 我也知道这个萧人虫 他早就看见我了 整晚队我喝酒 接着他带我到酒店 去房子 你鬼怪 请坐 好, 效价… 做什么? 装人 白小姐,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好了 你好了 大家成年人, 你明白了吧 你明白这条命 你… 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不想签约 你干什么呀, 又不错 幸好我走聚了三分 我一个袋车过去 然后冲出房门, 幸报不失 你还可以坚持过关 一晚兼且回到你家, 佩服 是吗? 但是, 为什么你拿个桔袋回来呢? 九成九是我扔那个淫松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掉在那个袋子上 那便带了回来 如果不是我今早见他 我真的死不了昨晚发生过什么事 所以我特意拿出来提醒你们 女人出来行走江湖 尤其像我们这些高质素的女人 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提高警告 你这番话应该跟中国动广 以后这些高危的任务 就不要派你这些高质素的女职员去做 其实冲哥现在都尽量避免 叫我跟男派人聊生意 你知道, 出来工作有时很难避免 那现在我没事, 就算了 总之, 下次自己小心点 去厕所 嘉明昨晚上来, 搞得怎么样? 弄得了一点 弄得? 对, 随便掃了我们 接着连啤酒罐也没收拾 一声就不出去了 什么都没跟她说过? 我都觉得奇怪怪的 但是上来之后我收到爸爸的电话 后来就出去回合了妈妈 昨晚在妈妈家聊通宵 不是, 刚刚才翻了 有什么事吗? 我去一盒一盒 慢慢吃 死人, 何嘉明 给你一只好牌子也不懂 我回来就比你生了 何嘉明 你算是对我了 你昨晚做过什么? 我没心 你没心就没胆 我知道我这样走是我不幸的 但我愿意为我做过师父 想存负责任 是我负责任 装鬼吗? 这么大的人都有几千元? 只有这么多 告诉你 你别以为给我几千元 我就不骂你了 男人之中, 你也算是留了 去到我家, 孤男寡女 还喝酒壮胆 你这样也不敢跟可儿表白? 你是说这个 不是说这个, 说什么? 他不提起的 我们做男人的 一定是不拯这件事出来说 这也很无品的 虽然我不想做个无品的男人 但我愿意为我昨晚发生过 任何事, 负责任 何嘉明 你再说这些无厘头 狗不答白的东西 你信不信我去乱刮你了? 玫瑰 我想问永凡、方先生 和你送上去的什么型号 白河河记得记得了 ABC9413 那就死定了, 是ADG9314 他有提过ADG9314 最后他也是说ABC9413 我跟他说 人家有个有句 你别拆了, 你拆不成功 什么? 以后你做足你的事, 别跟我拆 够了 玫瑰姐一个女人 她的儿子就是拆了整间店 你以为是意的吗? 何嘉明, 高层说话不关你 总之以后白玫瑰的事 就是我何嘉明的事 是, 他坐了跟你去拆 因为他想把百宝店的损失 准备到最低 他喜欢跟你拆 但是你知道你背后 受了多少灵欲和委屈吗? 从没隔了茶给他喝 不用, 我何嘉明没试过这么清醒 我现在只不过是尽回 一个男人应该尽的责任 去保护一个应该保护的人 马先生 是吗?车倒下来, 行, 我现在倒下来 混蛋 如果你对着可怡 有刚才那阵火 你真的说什么做什么都会碰硬 没问题, 你怎么还在呢? 回来了 我知道你今天最清晰了 反正我有空 我就拿了你放在公司那条 士啤鎖匙来帮你 怎么行的? 什么行的? 是呀, 我买粒粒饼给你吃 是好东西 快点, 过来试试 来 我忘了你对我这么好, 玫瑰姐 你又说这些话是吗? 是的, 我今天还没说你 你为什么和洞哥撑得这么狠 他也是我们老板 稍后他戳起根, 真是炒了你 那我不可以让他欺负你 我不明白, 你就当我姐姐 我也是当你是弟弟 好胖胖, 知道了, 心照 你别再说姐姐弟弟了 我正在教你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真的保你不住 洞哥炒你呢? 我会很不开心的, 知道吗? 是呀 我呢?在你的床底下 找了你这本丝的丝丝丝 走, 走 看看 不用问, 当然是送给可疑 为什么那人不送给他 不送在床底下封纸 现在不是正确的時間 事机要靠自己去製造 趁着还有那道火不要让他关掉 一摊冷了就糟了 你再这样牽, 你那女神 就被那死人大师兄抢走 這樣吧, 玫瑰姐陪你 跟阿可兒說清楚? 不要 說什麼?我說過了 你何家明的東西 有一半是屬於我白玫瑰的 行了, 要這樣玩 對了, 替你洗歸埋了 又黃又縮的衣服, 去那邊 阿可兒, 替你把摩卡拿走 好 可兒, 你那篇專訪真的寫得很有心 原來把我心裡的赤情激發出來 大師兄, 你過獎了 沒想到你對素描的畫家這麼有研究 我也沒想到你說素描這麼厲害 你對藝術的作品這麼有興趣 後天在澳門有個藝術展 我剛好有兩張船票, 大家一起去看 可兒, 敢什麼? 別相信她, 她經常說謊 其實那天那些紫色玫瑰和福素描 是何家明送的, 她只是頂替 沒有 看什麼?有我幫你送的嗎? 何家明, 快點跟可兒說 那些花和福素描是你送給她的 時機到了, 給點吉士, 說 家明, 福素描真的你畫的嗎? 當然, 是這種厚顏無恥的人 才在那裡混水摸魚搏大霧 混水摸魚也要拿出勇氣來冒險 你以為像她那樣 又送花又送話都不肯認她縮頭烏龜 何家明不是縮頭烏龜 她只是尊重在心裡的女神 那她真的不要說了 我要說了 你這麼膚淺的人 頂多看重可兒 就是因為她身材好, 樣子還不錯 但是何家明是喜歡她的靈魂 愛上她的靈魂 可兒, 你的靈魂我看不見了 有多好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很清楚可以告訴你 何家明有多好 她是值得你重新去認識她的 夠了, 我是沒用 但我不需要人私捨愛情 你馬上走 怎麼走? 家明, 家明, 家明 Roger, 餐廳改成第一站 真的好 好像不多次西餐廳 中文名和英文名Dear Jane的譯音 都差不多意思, 還好 家明 家明? 我有事找Roger談 我打算替那女生負責任 就算你不愛她 愛情是可以培養的, 是不是? 有人說, 我們所謂的愛情 只不過是腦下垂泰 奮泌出來的一種物質 令我們發生的是幻覺 即是, 根據這樣的說法 世界上是沒有愛情的 所以我不會結婚 當然, 不過我也不能否認 很多男女沒有愛情 都可以一起過了 他們扣的是感情 你跟他們感情好不好? 好 好 我會兒, 什麼事? 剛才秋月的褲回來在樓下 我覺得很熱、很暈 而且口很乾, 我現在想扭 今天這麼熱 你還穿著長袖衣服 這麼重的東西, 你當然暈了 好, 我去倒杯水給你 現在喝點水, 會兒教得好一點 當然, 我們經常出戶外工作 記得穿上淺色和通風的衣服 定時定後去陰涼和通風的位置休息 還要多喝點水 留意酷月天理警告 好嗎? 最重要的就是一有什麼事 立刻去看醫生 謝謝玫瑰姐, 要前途 我再倒杯水給你 謝謝 玫瑰姐, 你欠人的錢嗎? 你幫我回幾個字給他們 怎麼會? 白玫瑰已經鮮油 請下十八層找他 不行, 這些人什麼都做得出的 一顆爆卡是家常變回你的 長命債, 長命還 不過不是, 我有計劃E、F、G 我隨便接受一個 他們也應該會幫我還 不准打, 不准再作賤自己 何嘉明, 有頭髮誰想做辣你? 你以為我不想找一個 又懂得疼我, 又可以抑鬧的男人嗎? 那要有才行 有, 我就是那個男人 白玫瑰, 玫瑰那一天我最後警告 我也最後警告, 你不要再罵我女人 誰叫你女人? 白玫瑰, 我不僅為我有很深厚的 感情基礎 最重要的是, 我們已經有名有實了 什麼事? 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這件不知為何會發生的誤會 令我真是聲譽沒有了 還有嚴重影響我的心理健康 我一定要搞清楚 那天我去澳門做客席主持 我根本不在 我怎會知道你和嘉明那些事 但是這些事 是否應該由你和嘉明私下解決呢? 我早就跟傻子說了是誤會 如果真的有發生過的事 我自己怎麼會不知道? 是你想保護我 不想連累我背負你一輩子 兄弟, 單憑你這份責任感 就足以令全世界的男人敬佩你 我要叫齊你們來 就是因為要案件重演 我要何嘉明知道 他不需要為他沒做過的事 向我負責任 好 好 案發在2011年8月30日, 星期二晚 到你 那晚我上來打算跟凱兒表白 誰知道一上來 凱兒就衝進房間打稿了 衝進房間打稿? 那我就走了過來這邊 一邊吞啤, 一邊掃地 打算撞一下膽子 結果我終於有勇氣 就走進凱兒房跟他表白 正當我想推開門 就是突然走起攻心 我就衝…衝進廁所 然後抱著廁所在那裡吐… 然後我就拿電話出來打給玫瑰姐 二汶, 為什麼要打給玫瑰姐? 好 整個計劃玫瑰姐教我的 我下一步怎麼走我也要她教的 不過電話打不通 很貴重 可惜現在我沒空接你的電話 你晚點再打來 又或者是必一聲之後留言吧 玫瑰姐, 我瘋了, 我喝過了 我還是休息再跟可兒表白 一定是那個蕭淫蟲 關了我的手機電話 真是怕電話聲會吵醒我 但是誰不知她自己說電話大聲 反而嚇醒了我 夠了 小鐘親自打電話給我和我道中協 為什麼不和我道中協 你也是的 你發生了這麼大的事 你為什麼不做這件事 冷靜, 你不要再罵我女人了 我告訴你 在事情還沒搞清楚之前 你不要亂吵… 哥哥, 你暈了多久? 我斷了片子 我翌日醒來 已經和玫瑰姐睡在一起了 我還看到她的肩膀… 其實我記得當晚大約九點多時 我收到爸爸的電話 然後就說我要出去和媽媽會合 我臨出門前曾經大喊家明 不過沒人回應 怎麼回應你呢? 你還抱著廁所做人 我姨姨記得 我在東莞回來 應該是十點多時左右 你十點多時回來 可兒就出去了 你回來這段期間 她應該抱著廁所不省人事 你一回來就死磚睡在床上 我立刻去睡 在這個時候 家明應該剛才醒來 然後迷迷糊糊地 打算進去可兒的房間 和我妹妹表白 可兒, 我… 你那晚想說什麼並不重要 重點是重組案情, 繼續 還有什麼又怎樣 這個傻子就是傻子 以為自己回家 那就走上床大覺睡吧 你睡覺就睡著了 你脫光豬脫衣服這麼壞 你習慣拿稅的, 你問阿凱 真的嗎?沒事了, 繼續 那我翌日醒來的時候 我已經發現和玫瑰姐 這樣在這兒玉白相見 研究來說, 是她傳我 我是三群齊傳的 我只是露出鄉見而已 何家明, 中學也有教 一男一女只睡不會有寶寶的 我知道, 那個丹丹呢 這個? 玫瑰姐給我 以防萬一要做個負責任的男人 你… 那我第二天穿上衣服時 發現這個拆開了的丹丹 不是我用了哪個 都說了, 這個丹丹 就是那個蕭融蟲拆開的 我是不小心帶回來的 你那個說得通, 那我那個去了哪裡 或者我可以解釋得到 案發之後的第二天早上 我們如常吃早餐 可兒和玫瑰仔在廳裡聊天 我就進來廁所 我就在這裡發現了丹丹 為什麼你發現丹丹不跟我說? 小姐, 不是每個人像你這樣 把所有的東西放上桌 然後在討論的 你明白了 你這個臭小子吐到蠻六色時 自己掉了出來也不覺得 還是要有東西來 什麼事? 米團已經打開了 原來我們那天 只是兩個死豬約在一起 什麼事都沒反應過 說白了吧 嚇死我了, 你是不是他的意思? 嚇死我 我是傻主傻主不會吃的 總是上一場了, 我先約人走了 我也回報館等 我也回廠文中心 是嗎? 怎麼會?真是唱大白了, 閒虎閒忽 你呀, 我為了替你負責有公然拒絕可兒 你們倆先替我弄好他 鄧哥, 回家那裡做事了 快點 你們也不負責任 愛難你責怪, 我不轉彎 雙方望著, 但事實也口硬 而怒氣, 似未散 不過學習性怒, 用愛衝膽 情深不減 對此相處鬥氣, 也許少不免 對此相處, 也許少不免 對此相處, 也許失方改變 我合載, 為你改變 愛能讓我們